我讲今讲到现在 把今中一滴的精华 完全透露出 供养给诸位 为什么呢 时间到了 我不能不告诉你们 往后 我讲今不在讲台上 在录音时则是英雄 若有众生 闻其光明 微神功德 日夜称说 自省不断 随意所愿 得生其多 这一段经文 一定要回备 为什么呢 太重要了 人家也有问题 怎样修行 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这一句就答复完了 你要能照这样做的话 肯定往生 这个地方 光明 是佛的智慧 为神 是佛的教诲 功德 是 阿弥陀佛 修引正苦 建立 西方 极乐世界 一阵 庄严 这是他的功德 我们再说的 前显一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讲的光明 就是本心的道理 理论 道理 是光明 威德 是他里面 所讲的方法 包括四十八页 日夜趁舍 置信不断 这就是方法了 不能间断 我将今 讲到现在 把今中 一厘的精华 完全透露出 供养给诸位 为什么呢 时间 到了 我不能 不告诉你们 往后 我讲经 不在讲台上 在录音时 这是阴谋 我不会再公开 讲经 讲言 我不搞这些 我要闭关了 不是普通官房 是摄影棚的官房 我闭关 还是讲经 录像 将来诸位 听过讲经 是从电视 荧幕上 看到 所以我现在 不能不讲 我讲的 就是这个话了 昼夜趁舍 置信 不断 我们学佛 办佛学院 还能放个家 永远不能成功 你要知道 念佛 念三个月 三个月 紧紧扶齐 日夜不断 圆满之后 别诸位说 放一天假 你就完蛋 你的心 马上就乱了 放上三天假 再一个月 都不能恢复 放上一个月的假 三年都不能恢复 佛不放假 谁放假 摩放假 你们这个地方 你看看 我们佛学院 这是培训班 别放假了 要摩鬼怪 就来诱惑你们了 马上就上圈套了 很悲哀 释迦牟尼佛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你们查查大藏经 释迦牟尼佛 哪一天放假 大藏经 你们去找这看 哪一天 佛休假一天 大众放假了一天 没有啊 佛没有休假 没有放假 我们来休假放假 专门替魔制造机会 错了 大错特错了 佛教给我们的功夫 年年秘密 日夜不见转 我们才能成就 才能入佛境界 真正一想成就的 要不要把这部经 从头到尾听圆满呢 有缘 当然很好 没有缘 说老实话 没有必要 只要把这部经里头 某一段 你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 一生受持 永无间断 保证你 上上平 我身 哪里要这么多 哪里要这么麻烦 我说的话 真话 不是假话 每一天 我就听这一听 一天听八个小时 一生不中断 这个人肯定 开悟 肯定 正果 你要问什么原因 就是佛说 他得定 他一生当中 他就听这一段 就听这一个小时 他心是定 他不散乱 一头经上讲的 夜心不乱 他得到 夜心是定 是念佛三昧 不乱是灰 他得夜心不乱了 佛所说的一切经 他都通达了 我这个慌 你们能相信 果然真的相信 你还要不要念佛修院 没有必要 你看看 古来大德 这祖师大德 哪一个是佛修院毕业的 我们从历史上 著名的 进途中的 庐山会员大师 哪个佛修院毕业的 善道大师 是哪个培训班 培养出来的 连车偶遗 念过佛修院 他们怎么能成为 祖师大德 他们的光明 并避兆是方 影响到今天 没有变 夜门深处 常识寻修 日夜趁熟 置信不断 就这么点句话 他成了大功 往生自在 随意所愿 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想多住几年 不该死 实在说 住不住世界 不是自己意思 自己还有意思 那是凡夫 那妄想分别执着 没放下 那住世不住世的 原因在哪里呢 在众生 换一句话 还有众生可渡 多住几天 没有众生可渡 马上走了 众生这么多 那不是渡不尽吗 不是 可渡 可渡 众生 能信 能解 能行 能证 这叫可渡 如果没有这种众生 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他就走了 或者到他方世界 叫他众生 不一定 不一定在此地 他是到处漫游的 绝不是一定住打的地方 哪里有云 哪里去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大臣经常常常讲的 应一什么神得度 就信什么神 应说什么法 就说什么法 咚咚咚有一定 随意 这大死在 阿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好